这张张的照片都是上班时间 民众挤在月台上像行军一样要出月台的情况 人挤人真的一不小心就容易摔下月台 也因此系科火车站月台安全一直受到关注 去年底交通部长更是到现场视察云诺改善 不过除了月台安全 这个每天有将近7000人搭车的系科火车站 竟然没有纳入防火管理之场所 也引起民意代表质疑安全性 所以立委审发会赖平渝以及新北市议员张景浩 就在之前召开了台铁高架车站 因纳入防火管理场所及提升系科站月台安全的座谈会 要求加强铁路运输系统高架厂站的消防安全 那它是一个高架车站 可是我们后来发现就是说 其实过了很多年有的高架车站像系科站 它的流量非常的大 可是规定却没有与时俱进 它没有消防的防护计划 这个其实非常的夸张 因为我们系科站一直是出入量非常庞大的车站 所以我们就一起去要求说台铁要马上去制定消防防护计划 并且补充人员 针对系科火车站的安全来做一个改善 那我们当天的结论就是会请我们台铁在6月15会提出一个规划 就是未来在系科站的一个安全的提升 会增加一个逃生动线 会增加一个出入口 检视台铁32处高架车站 只有系指、七堵、台中、园林、屏东以及潮州等6站 有完成制定消防防护计划 其中系科站却没有 而根据统计这个站在109年 大约就有高达644万人进出了站 站式却没有列入消防防护计划 再加上是检疫车站的规格 员工人数少 没有制定消防防护计划 如果日后出现重大消防事故时 紧急应变与处理消防安全上都会不足 可能无法迅速引导旅客疏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4月1号开始 我们系科站的人员会增加 然后尤其在尖峰时段 上班跟下班的时段 会有明显多余的人力 来增加我们民众的一个月台上的安全维护 那同时在这个会议上 检察又有提出 像我们在系科站的 长条形的一个步道 是不是可以增加它的一个电动步道 整个车站是没有相关的防护计划 这个真的很危险 因为我们系科站人很多 说真的你要是 不要说火灾啦 你一只老鼠这样下去 可能会发生踩踩啊 等等很危险的问题 那第二就是说 其实我们也有一直有人力不足的状况 那这个计划也会让我们去补充人力 然后相关的人员要去做相关的训练 那未来三个月之后 我们整个车站的防护 整个安全会变得更完善 系科站从4月份起 已经增加员工人数保障月台上乘客安全 另外立委也指出 内政部在4月18号已经完成修正 并且公告 未来台铁的铁路高架车站 都必须依消防法制定消防防护计划 以提升消防防护应变措施 确保旅客生命及产产安全 所以针对旅客人流量较大的高架车站 像是系科站还有五堵站 民意代表也要求台铁三个月内 尽快的制定消防防护计划 以确保公共安全 就像惠林细致采访报导 稍周知文